可是對於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 所謂的出行產業 來看汽車工業的電動化 自動化 還有共享的趨勢 剛才老師也講過了 都在蔓延 都在爆炸 所以我們下一個世代的產業 出行產業 我們今天要講的重點 來了台灣 怎麼樣承接這個革新的浪潮 來 王總監 我想出行產業 帶給我們的是一種 不同的生活習慣 以前我們是用路邊攔車 我們現在是用手機APP叫車 我想以前我們是自己擁有腳踏車 現在我們是路邊隨借隨還 所以我想以前如果想要開車的話 必須自己擁有一台車子 但是現在你想要開車的話 你可以享受租賃業者 路邊隨借隨還的這個模式 所以我想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我想會帶給人們 不同的一個生活的一個 這個習慣 所以我想隨著5G時代的來臨 我想這部分應該也會 有滿多的一個不一樣的感受 可是我們現在在說的是 我們的可能是汽車供應鏈 傳統的汽車供應鏈 正在蕭條中 如果說我們要進入 包括了所謂的新的 所謂出行產業 或是電動化的出行產業的 生態體系的建設 我們要怎麼樣來因應呢 所以王總監 以前車廠只要想一件事情 就是怎麼樣把車子賣好 現在的話 因應這樣子的一個 共享出行的一個時代 我想很多車廠 因應的方式 除了自己坐車之外 自己想辦法把車子 能夠運用在 人們的一個生活習慣的過程之中 所以開始會有很多的車廠 它延續的租賃的一個方式 或者是用共享的方式 除了它賣車之外 它也用租賃的方式 來提供消費者 載具上面的一個應用的服務 是 我們知道 在座的各位 可能也都有到東南亞 出差或是旅遊的這樣的經驗 到印尼 到泰國 曼谷 尤其是 越南也是 到處都在大塞車 可是他們買汽車的這個 進道還是非常非常的強 你看已經變成一個 整個大的停車場 旁邊通通都是摩托車 然後已經擠到了所謂的駕駛 自動駕駛 四輪的私家車的車道了 可是大家還在擴張 還在買車 所以我們現在思考的是 我們需要每一個人都擁有汽車嗎 我們需要出行 我們需要載具 可是可能你不需要自己擁有了 所以剛剛三位專家也講到了 自動或者是科技時代 轎車 自動駕駛 還有單車 機車共享計畫 在台灣所謂的智慧城市 我們可以接觸到的 可能日常大家會去用到的 像Uber 我每天都要用 還有很多各種的 這個計程車的App 來共享或者是轎車 可是在台灣 好像比較像是一個 租賃這樣子的一個產業 那我再請教一下丁老師 台灣怎麼樣聰明的來承接 像這樣子出行的變化 看起來現在是業者自己在做 這樣的App來搶攻市場 我們自己要怎麼樣聰明來承接 來 老師 念老師 不好意思 我剛剛聽著丁老師 我說我台灣要怎麼承接 我先講一下 你剛剛講到出行產業 我覺得它的模式 真的才是很多種 基本上我覺得 所有的東西只要結合 現在的科技的 我們剛剛講到 講到科技的基礎 就是網路的連結 現在5G為什麼要 5G就把你平凡變寬了 變寬了以後 你就有機會怎麼樣 去把這個人機物 再結合所有的智慧的時候 會結合的 就比較會沒有無縫 讓你在推動你所有的 出行的這種科技 能夠做得比較快 你剛剛講 台灣要怎麼去承接 我覺得所有的東西 還是要從基礎做起 因為這所謂的創新科技 打造了不同的世界的未來 其實我們不是只光 我們生活上的小確幸而已 我想台灣人因為經濟很好 所以一路走來 都有點小確幸 可是我們其實在世界的進程中 有點不進則退 也就是世界的科技 進步到一定的水準 你知道德國他們 漢洛威 美基數年有一個 很重要的MAD的會議 就是MOTO 還有Dynamic的會議 這個實際上 都是它一些基礎 當然結合了網路的連結之後 就是說我剛剛講CPS 我們講第四次工業 就是網路加上人機物業 就是我們簡稱叫做 環語實體 就是Cypher Physics System 這樣的東西也就是 我們結合了網路去連結了所有的載具 然後我們剛剛這邊談到 是行動的載具 因為共享經濟 我們有共宿經濟 共宿 出宿 也就是你出國了 有住Airbnb裡面的房子 那也是一種共享經濟 不過這裡強調是行動的部分 也就是這個車子 像你講你常坐的Uber這樣子 你說台灣要怎麼去承接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部分 還是就是我們科技創新這一部分 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怎麼樣在這裡 我們台灣這個科技 其實是非常棒的 我們雲的建制也非常的多 就是我們的整個這個過程 科技的過程 其實我們的這個 know how都是有的 怎麼樣政策 理定者把它做好一個 整套的規劃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整套規劃以後 你知道什麼東西可以放進去 就像有雲無端也沒有用 我們講雲端的東西 所以不管現在大智 雲雲 社務生機 所有的創新科技裡面 當然跟行走有關的東西 台灣我覺得這一面 一定要扎下去 你看我們的對岸 對岸大基金一起計畫 他是做最先前要創造5G的基礎 半導體和晶圓 丟了1378億 但第二次的大基金二級計畫 也就是去年底 丟出了2041.5億 丟了什麼 只有兩個東西 剛剛都有提到5G和AI 5G在後面一個 就是讓你頻寬快 而且無縫能夠 能夠讓你的萬物相連 能夠結合得非常完美 AI就是要你的智慧 當然你剛剛講到 東南亞這些國家 我是覺得這些國家 之所以他們還想自己買車 還會造成交通亂向 我覺得跟經濟的發展有關 我們大家有利私有財 或者有車有財 感覺保本那種感覺不一樣 所以他們會這樣 但是到了一定的經濟發展 到一定的智慧程度 當你的科技 到了一定的洗禮之後 我覺得他們就會改觀 也就會比較重視所謂出行 也就不需要自己擁有了 出去就有人去做服務 就有人帶你行走 是 請教丁總 5G是關鍵嗎 5G絕對是關鍵 你譬如說 在整個出行產業裡面 最top那邊 有一個所謂的自動駕駛 你自動駕駛裡面 其實現在的市機 因為頻寬的關係 所以它的反應沒有那麼快 可是5G一旦 製造之後 它的反應速度會變很快 所以自動駕駛是有可能的 當然不是說馬上在馬路上 我們想像中 就是你什麼都不用做 你在那邊洗澡 然後車再開 可是從特定場域的一些 自動駕駛會先實現 譬如說倉儲 譬如說機場的拖允 這一類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5G絕對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在強調 2020年到2021年 是參與出行產業 台灣最關鍵的一年 因為5G今年幾乎所有的頻譜 都賣出去了 包括台灣 我們看最近這個禮拜 最精彩的就是 三個電信公司的5G大戰 可是5G真正的應用 90%以上 現在是看不到的 是想像的 可是5G一旦慢慢 基地台普遍之後 一旦各種應用出來之後 你會感覺你的生活不一樣了 我跟各位講一個 最簡單的例子 該主持人也提到 我們上一次碰到的 產業大革命是智慧型手機 你去為現在的大學生 20歲左右 大概1990年以後出生的 你跟他說手機以前有按的 他沒概念 他看到的手機就是滑的 可是你知道手機是怎麼成功 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在小米賣手機 我就問他說 小米橫空出世 怎麼手機佔有率這麼高 他說我們很聰明的 我們有一天發現大陸 那時候手機已經賣到6成 剩下4成沒有買的 都是50歲以上的 可是50歲以上的人 每天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搭計程車去醫院看病 可是他因為沒有智慧型手機 他叫不到車 因為那時候大陸 都是滴滴打滴跟Uber 所以就逼著他去下載了滴滴的APP 他就跟他兒子說 我要去買那個有智慧型手機的 所以智慧型手機 小米是利用這個頻道上來的 那我要回答該主持人說的 現在台灣最大的問題 我們被曬衣法則中毒中太深了 我們永遠在想我的產品很好 所以會有人來買 我其實在節目中好幾次談到 現在這個世界 尤其中美貿易對抗之後 尤其COVID-19來之後 它區域性發展一定很重要 你必須知道年輕人要什麼 你必須知道年輕人在想什麼 車子作為炫耀品 去跟女朋友說 你看我有車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現在使用權大於擁有權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5G整個鋪出去 AI更進步 然後你在APP上面 可以完成所有你的需求 其實年輕人只會更喜歡你 所以我覺得5G大戰 不是在比誰先出來 而是你的應用能貼近年輕人的需求 可是剛剛丁總有講到說 2020年到2021年 是最關鍵的這一年 如果我們錯過 是不是機會就不在了 我為什麼這麼說 我個人把出行產業定位 有四大板塊 第一塊你一定要能做錯 載具 這很重要 就像是一個為什麼失敗 他的車子本身的安全性不夠 台灣在製車工藝很強的 現在在電動車 全世界佔有率78%的特斯拉 他其實最喜歡的是台灣的 所以如果不是因為 EKFA被卡住 其實研發中心可能在台灣 所以製車工藝很重要 這是第一塊 第二塊你變成電動的電池 台灣的電池的產業也很強 尤其在北京 台灣唯一弱的 可能是在BMS跟電池星 可是台灣的電池供應鏈也很強的 尤其鯉電池 你譬如說全世界 比日本電腦是最早使用鯉電池的 台灣曾經佔有率超過9成 第三個 最重要是科技業 台灣的科技業不用什麼講了 所以這三塊 台灣是全世界唯一的國家 三塊都有的 可是台灣缺什麼 出行服務 然後我要跟各位講一個概念 獨角獸 到去年年底為止 全世界有494家獨角獸 其中31%的市值 都是跟出行產業有關 所以出行產業加上5G加AI 會是未來最棒的一個場域 可是台灣缺的是什麼 出行服務的獨角獸 可是現在因為COVID-19 大家都不敢坐飛機了 加上中美對峙 東南亞印度 所有的區域性會發展 你去看 除了台灣之外 每個國家都有出行產業的獨角獸 可是獨角獸是什麼 就是他很了解年輕人要什麼 他知道怎麼做APP運用 問題來了 他不會做Product 問題又來了 台灣很會做Product 可是台灣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 有一個名詞叫做Silo 就是股倉效應 台灣每一家都自己幹 也不去跟性狀企業對話 部門裡面還會互相compete 所以我覺得台灣要解決這個問題 是 好